嘿大家好 嘿大家好 我是某熊好 那今天呢 這個我在留言啦 看一個觀眾跟我講說 有一個魚柱叫做大師兄 就是這一位啊 大師兄先生啊 超級猛啊 有一場比賽啊 讓對方啊 四分鐘沒得任何一分啊 我呢馬上就來找到這個大神景極 給他看一遍 給大家解說一下 影片一開始又有看到 這個大師兄是巨星啊 超級巨星等級啊 啊不是啊 是啊傳奇巨星等級 所以這不是什麼 小朋友那不會玩喔 這全部都是高手場啊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球 山景不辜負大家的期待 球果然沒進 那這一場的 我方呢是 灰色 是灰色的這一隊啊 不是那個彩色鮮明的這一隊 是黑隊啊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但就是這樣 好來這個play呢 大家注意一下 流川風這時候啊 一個轉身之後撞停 在這個撞停的狀況下 是很容易被超久的 而我們的工程不負眾望 直接給他超下去 那超到老師都以為他作弊過來關心一下 那大家這時候有沒有發現櫻木已經漏房了 山景一個 FOR THREE GOD 順利的把比分啊又拉開到了五分啊 我這一場啊 我真的是那時候看到的時候 有點啊 雞皮疙瘩大家都起來啦 太兇猛了 好那這時候呢 流川風的一個爆球啊 起跳想要灌爆所有人 來如果第一段想要蓋的話 就是這個位置 差不多就可以起跳 第二段想要蓋爆球之後 滑行大概0.2到0.3秒 哦就可以蓋掉 那這個山景呢抓到這個timing 找到一個空檔出手 球沒進不過沒關係 好雖然呢 球全又回到對方手上啊 但在此我給所有打low pole的球員啊 一個啊 勸勢良言啊 旁邊有工程 千萬不要在那邊 做假動作 又會被操掉 來這個時候有沒有看到 山景已經跑到啊 三分線外 直接空檔 FOR THREE 這一顆弧度啊 是有點含鐵子啊 荒了出來 好球全呢再次回到白隊手上 劉川鋒這次選擇單打嗎 不 他傳球給赤木 赤木想要 Thank you very much 在魚住之後 去旁邊給我吃魚丸 直接把他刪了下來 那這一球呢 被黑隊搶到 山景一個啊 漂亮的傳球 這時候呢 櫻木要過來做斜防啊 那你看到什麼要看 山景啊 往三分線去跑 這時候魚住已經看到 要看到You啊 一個假動作之後 轉身漂亮 完全的空檔 FOR THREE GOT IT 再一個三分蛋 只能說這一場呢 大家各司其子啊 魚住啊 做好了這個啊 禁區的防守 然後呢 我們的山景呢 做好了跑空檔 投三分球 而工程呢 也去啊 專心的抄球 找到機會抄球 而不是隨便亂抄啊 非常非常猛的一個隊伍啊 而至於下山景啊 這一球呢 他看到了彈框之後 直接往三分線跑 而白隊的人 全部拿都變成沙丁魚罐頭 擠在這邊啊 這一球又是一個 逼海還要寬的 大空檔 FOR THREE 但這個彈出來沒關係 他們還有 魚住大師兄 把球啊 硬是給他躲了下來 這時候又另一個空檔啦 哇靠 不過呢 他們好像啊 籃框啊 被加開 山景這時候又跑了一個空檔啊 完全自罷整個三分線啊 對方完全來不及跟防啊 這一顆三分蛋 再放進 比數11比0 但是呢 我們大神場啊 是沒在跟你投降的啊 流川這時候持球 決定自己上 飛起來的時候 大概就是 球有沒有看到 超過籃框 差不多差不多的位置 魚住騎跳 聽你吃 海鮮鍋 魚住家裡賣魚的啊 你不知道啊 那這個流川鋒呢 很可憐啊 你有沒有看到 想要當救世主啊 又被擊落 這一球呢 櫻木算是有跟到啊 不過呢 籃板球還是在黑隊手上 這時候三井又往三分線跑 做一個假晃之後呢 再一次運球 一個轉身 然後一個step back fade away 三分球 飛出去啦 但我覺得有點遠啊 那果然是彈框而出啊 不過他們還有 欸原來是赤木強盜 我以為是魚住啊 不過沒關係啊 這邊白隊準備要進攻啦 我突然覺得黑隊是反派啊 來 赤木做一個假動作之後 DonQ No 魚住 say no 直接用大招啊 把你給抓下來啊 好殘忍啊 山井一個完美的大空檔 又沒進啊 這一球山井的這個準心啊 不知道是不是放在家裡的廚房啊 哈哈哈哈 那我覺得他們白隊啊 因為是這個雙塔陣容 進攻手段太少啦 這邊魚住直接把球抓下來啊 丟給隊友啊 這是魚住的天賦啊 沒辦法 因為魚住的天賦本身就是 火鍋就特別突出啊 那山井又找到一個空檔 然後球又沒進 魚住再一次 沒有搶到籃板 不過沒關係啊 他們第一道防線沒守住 還有第二道啊 有沒有看到啊 宮城啊 已經知道他會傳球給流川鋒 所以跑到啊 他們兩個傳球中間啊 把這一球再抄回來 這時候山井一個華麗的轉勝 有了吧 Got it 4-3 已經沒有人可以阻擋大師兄隊伍啦 我跟你們講啊 LeBron要是有這樣的隊友啊 冠軍界怎麼帶到腳趾頭去啊 好啦這一球籃板 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是魚住的天賦啊 就是啊可以側向抓球 然後呢 對手呢有機率被彈開 所以有時候啊 跟魚住搶籃板的時候啊 你會發現好像怎麼突然被彈開啊 不是謀形啊 是他的天賦 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張圖喔 這張圖呢 對方兩個球員啊 直接被卡在魚住那邊 然後呢 劉川鋒呢 再跟著啊 攻城 而山井啊 完完全全有時間呢 先回家洗個澡 然後再回去三分線投球 有沒有看到山井呢 跑到三分線去 哇超大的空檔啊 這個是什麼啊 我們來到了南極海是不是 這一球沒問題吧 不又彈出來啊 哇這個山井的天賦怎麼點的啊 好啦有時候就是這樣啊 真的是吃運氣啊 吃這個系統啊 看你啊 賞不賞臉你知道嗎 明明空檔這麼大啦 他就是沒投進 說不定赤木自己站在那邊就投進了 好這一球劉川鋒持球 球呢傳給櫻木啊 櫻木這時候準備 謝謝大家 那今天我們看到魚住先生啊 哇哦 魚住說啊 你當我們家天空 沒有人是不是 這時候呢 球呢傳到山井手上 頂著啊 被櫻木干擾到 但沒有很可以耶 系統不合理 有沒有看到 沒干擾 頭不進 一干擾 命中率上升 我跟你講這個山井啊 要嘛就是太散 要嘛他就是流錢 magic 對方的櫻木啊 這時候啊 又餓了 你知道嗎 他直接啊 跑去冰箱啊 想說啊 打開冰箱看在那邊吃東西啊 那一打開 魚住在裡面啊 哇擦 球又給他拔下來 請他吃一個海鮮鍋啊 這一次啊 還幫他加了大蠟 我突然覺得 黑隊是反派啊 你知道嗎 好想替白隊加油啊 好希望他們可以拿個一分啊 一分也好啊 你知道嗎 大家看一下這個play喔 山井把球傳出去 流川風的直接失守 山井馬上在三分線游移 攻城呢也看到了 這邊呢 山井假裝往右邊走 實際上再一個 左轉彎啊 站在三分線外 一個 所以好像沒有 只是垂直起跳而已 不過啊 如果你用後仰的話 其實時間會比較長 還是有一定的機率 會被對手跟上 所以有時候 你直接和蒂八松投起來 是比較好的 好大家我們來注意一下 這個工程喔 你看這個工程 站在流川風跟刺目中間啊 因為他們只能傳球給流川風啊 所以這工程已經抓到了 那個路徑位置了 被動直接結下這一顆球 所以如果說你看到這種雙塔 是非常非常好用被動去結球的 那麼來看一下高端山井怎麼走位 先假裝往右邊走之後 突然左轉櫻木在那邊坑坑防守 來不及跟防啊 這一球基本上守不到啊 球出去了 但很可惜啊 又是這個打鐵畫面 那櫻木呢也及時回去啊 搶到這一顆籃板球 但現實就是這麼殘酷 有沒有看到 工程已經站在他們傳球路徑上啦 啊真的是啊 好難過啊 好替白隊叫冤屈啊 這邊呢 山井呢 再一個 Stay Back 是一個啊 幫他包啊 不過這一次我們大師兄並不打算傳球 直接雙手爆扣 Thank you very much 哇現在的比分啊已經來到了24比0了 大家呢猜看看了 那最後啊 這個黑隊到底會得幾分啊 好這時候流川風又持球啊 做了一個cross over一個轉身之後 哪會吧他又要飛過去啦 不要再切了流川風 要切去廚房切啊 你會被打下來的 果然啊 魚豬不讓我們失望 球又掉下來啦 啊好狼狽啊 那這個時候櫻木已經氣力放進 投了一個中距離 我的媽啊 太搞笑了吧 而這時候啊 山井完全不給別人喝一杯珍奶的時間啊 又跑出了一個空檔啊 Oh my god 4-3 It's got it 分數來到27比0了 這個三分球 又兇又猛又急啊 後面啊那個啊 準星直接上升啊 應該是潛能的關係啊 這時候櫻木加速開了起來 一點就是小人物上籃要出來的樣子啊 鐵果魚豬啊 直接用大招把那球抓下來啊 山井又找到了控擋了 4-3 哇哦 現在比分來到了30比0啊 其實啊我一開始啊 真的不知道他到底是這個 我也以為是什麼 可能前面兩分鐘沒得分啊 就看到後面啊 太殘忍了啦 那這個籃框的蓋子誰蓋的 幫忙打開一下吧 欸有沒有開關器啊 小朋友們 啊誰有帶開關器 借一下吧 這個 這個籃框的媽的受詛咒啊 連最後一球 最後一球啦 魚豬大師兄還是不肯放過啊 大招還是給人家抓下來啊 太殘忍了 這個啊 哇真的是太訝異了 不過我們先稍微理性的分析一下啊 除了這個大師兄的這個技巧精湛以外 陣容上啊 那個白隊有很大的問題啊 因為啊 流川風啊 他就是一個中距離跟近區的得分手 那再另外兩個雙塔根本沒有什麼能力得分啊 那流川風大部分呢 都選擇啊近距離投籃 或者是呢切到籃下想要爆扣 那沒想到 魚豬啊 家裡除了賣魚的之外啊 還在那邊的火鍋裡面加了更多的虱目魚頭啊 那上來一個 扒著你滿頭包啊 哈哈哈哈 在這樣的情況下呢 流川風他們啊 這就一個人嘛 那其實 攻城再加上山井啊 守著流川風已經綽綽有餘了 所以中距離根本也投不出來啊 你知道嗎 那 這一場的 攻城呢也特別會超球 他特別去瞄準他們的路徑 因為 球一出來 一在籃下被接到 絕對傳給流川風啊 那他只要守好流川風那個路徑 完全被封死啊 球全瘋狂的交換啊 那再加上山井啊 去對位到櫻木的時候 櫻木根本就防不勝防 你懂嗎 他要嘛就是啊 膝蓋扭到 要嘛就是啊 腳踝斷掉 怎麼可能守得住這個山井那邊轉來轉去 很多時候其實櫻木是有跟到 但是直接被山井細耍 那再來就是 山井的防守意識跟跑位意識啊 山井只要看到球一奪框 馬上往三分線跑 因為他相信隊友啊 他眼中只有籃框啊 跟漫畫畫的是完全一樣的 然後呢那個櫻木啊 或是流川風在要守山井的時候 完全的就是面向籃框 那就跟你平常在打籃球一樣啊 山井已經跑到三分線了 那個櫻木啊 還在龍樹下吃滷肉飯了 或者是櫻木自己去衝搶籃板 結果那個山井直接跑去個大空 導致呢這個局面變這樣啊 我跟你講看到這個比分不要說啊 我以為是在看籃球比賽 那實際上啊原來是在看棒球啊 還是足球啊 那這才有可能賣有一對是零分啊 你知道嗎 打到對方啊 顏面掃地啊 欸這個是 傳奇巨星等級的比賽耶 真的是太高張力了啊 我實在難以想像啊 我遇到這個大師兄啊 該怎麼辦 太狂太猛了 我跟你們講 這絕對是一場啊 史詩級的大神幾景啊 不得了啊 真的是沒有這位魚翅大師兄啊 我們沒辦法看到這場比賽 你知道嗎 當然啊 我覺得啊 有人啊偷偷啊 去給那個白隊加那個蓋子啊 你知道去那籃框加蓋 也是很有可能的事情 系統啊 黑你啊 直接把你黑爆啊 人家NBA是黑哨啊 那灌籃高手這遊戲 直接黑籃框啊 這部影片呢 我覺得真的是 很有趣很厲害 好帶給大家 那這應該是一個排位 因為大家的角色都沒重複 好啦如果喜歡影片呢 記得訂閱一下我youtube頻道 如果還想要看我播報更多的大神 這種幾景啊 你可以在底下留言 讓我知道 那我們就來找幾場呢 可能比較厲害 或是比較能夠讓大家學到東西的 像這一場其實我覺得三井 一定會讓大家學到蠻多東西的 然後在防守方呢 也提醒了大家很多 就是你一定要一對一防守盯好 好啦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掰掰